总统蔡英文出访非洲友邦 当地时间17号下午 专机抵达史瓦纪兰 史瓦纪兰国王恩史瓦第三世机场经营 蔡总统踏上红地毯 接受史国盛大军领21响礼炮 以及传统舞蹈营兵仪式盛大 稍后蔡总统也与恩史瓦第三世 进行两国元首双边会谈 接受最高等级勋章 并签署联合公报 蔡总统指出 史瓦纪兰可成为台湾产业 全球布局规划 发展非洲市场的重要基地 未来我们要从两个面向 强化彼此的国外关系 这一次我的来法会去仿视 我们在史瓦纪兰的医疗团 技术团 或许他们在这里做出了一些成绩 也得到了肯定 第二个面向 这是要在互助彼此基础上 而史瓦第三世也在联合公报中提到 坚定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 蔡总统则回应 今年是始国独立50周年 也是两国建交50周年 相信未来两国的合作互惠互信 也会长长久久